哈喽大家好,我叫丁蓝 是多伦多的一名地产经纪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约克区独立屋二手房市场的一些买卖情况 我用的是地产局提供的2020年8月份的数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销量 今年8月份约克区一共售出了1144个独立屋 这个与去年的788个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 基本上翻了1.5倍 乍一看这个数据非常的好 一下子翻了1.5倍 那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呢 答案是否定的 就像我上个期在公寓市场里面提到过的 今年由于三四月份的疫情 致使很多的买家推迟了他买房的时间 所以如果真的要对比 我们要把四月份到八月份的总销量拿来和去年比一比 就会发现今年四到八月份的总销量是3800个 而去年的这个数字是4067 所以今年的总销量比去年下降了差不多6.6%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四到八月份的数据跟其他的之前的十年来做一个比较 就会发现这个数据是比2017年和18年要好的 但是呢要低于其余的八年 接下来看一下市场上的供给 八月底的市场上一共有2379个房子在对外出售 多伦多的市场分析呢 有个数据叫做MOI 也就是说分析现在的市场在市房源需要多久才能卖出 计算方法呢 是用未卖出的房子数量除以售出量 那么八月份的MOI就是2.1个月 也就是说八月份剩下来的房子需要2.1个月卖掉 这个数据呢对于GTA这五年的平均值算是很低的 之前呢都是在5.3 5.3 3.7这个状态 虽然还没有2015年和2016年那么好 但是呢比2017年到2019年都要强很多 说明市场比2017到2019都要好 再一个回复的状态 那我们再看一下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每个月的MOI 就会发现除了1月份的MOI呢是3.4个月 以及4 5月份的MOI因为疫情变高了 其他的月份都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2点几的状态 这个说明呢我们已经告别了2017年到2019年 3点几个月的这么一个情况 市场已经从2017年政府限制贷款所造成的市场下滑中 在走出来 而且在一步一步变得更好 那接下来呢就要聊到大家最最关心的约克区的独立屋的价格问题 那我可以到告诉大家约克区独立屋的价格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 今年8月份整个约克区独立屋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130万 而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引入门级的独立屋最为明显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两个图表看到 这两个就是同样街道相似的独立屋 去年110万的房子今年卖到了120万 去年90万的房子今年卖到了110万 这些都是市场上真实发生的数据 现在的独立屋的平均价已经超过了2016年的同期 虽然呢还没有达到2017年的最高点2到4月份的时候 但是也已经一步一步的在接近 下面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约克区独立屋的这个出租情况 虽然这个可能跟买卖市场没有太大的关联 因为毕竟约克区的独立屋大多都是买来自住的 但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8月份呢一共租出了335个独立屋 而这个租金呢是在往上走的和公寓市场的情况刚好相反 8月底的时候还剩余了200多个独立屋在对外出租 这个MOI的值呢是小于1的 也就是说剩余的这个独立屋在一个月内就可以被租出去 足以见这个独立屋市场的火爆 这个呢有可能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选择了不住公寓 更偏向于居住在独立屋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那么约克区二手房独立屋市场 通过供需关系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 而它的价格呢是呈现于一个上升的趋势的 从今年2月份开始 这个MOI就已经到达了一个2.1个月的低度 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于市场火爆的2015年的1.9个月了 到了4月份的时候 即使由于疫情 这个供给关系一下子变得不平衡了 在接下来的5月份和6月份 多余出来的供给量也迅速的被市场所消化掉了 所以我们肯定从2017年因为政府管控而造成的独立屋销量和价格 双双下滑的情况早就已经结束了 现在约克区的独立屋市场正属于一个销量和价格都在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中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